在内政部长林又昌的邀请下 成任内政部长的张伯雅、于政宪、苏嘉全、李毅阳、李鸿源、叶俊龙及徐郭勇 与代理过部长的次长花敬群齐聚一堂 欢喜见证历经25年13位部长参与推动的内政部组织改造终于开花结果 非常多任的这个部长大家一棒借一棒的努力 那好不容易在今年终于完成组织的改造 即将在9月20号要挂牌 所以我在今天晚上特别邀请参与了主改的李鸿的这个部长 一起回娘家 然后大家续续就聚会 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所以今天晚上其实是抱着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情 跟我们现在部里面所有的一级主管 来谢谢李鸿部长 大家共同努力 然后让我们内政部的组织改造 终于在走了20年后可以来完成 牛昌邀请李鸿部长回娘家的做法 也获得前部长们的肯定 同时期盼组织改造后的内政部能发挥最大功能 满足人民的需求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邀请部分党派 所有的部长都回内政部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警政署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餐厅 就是让部长回来看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林部长能够想到我们这个卸任的部长 非常的不容易 内政部作为我们内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会 所以说是人亲土亲 也能够涵盖到人民土地主权 所以这次能够让他更完整 然后用更好的姿态来面对人民的需求 我感觉非常棒 那大家的努力总算有了一些成果 当然再来就是有好的组织架构 有一个完整的内容 就是大家要共同努力 把我们的功能各方面都能够做到 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 刘昌强调国家的发展建设 不分蓝绿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刘昌弦仍在任期中完成组织改造这项重任 也期许内政部所有同仁未来继续努力 大步向前迈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